来蹲一下哦 身穿米白外套短裙 谢一奉献身 赖清德总统就职典礼 在蓝营立院党团定调 不参加之后 成为现场栏尾 唯一一人 身为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进一步能够沟通 能够协商为了台湾 完全不知情 而且看到是非常非常讶异 以我个人来讲 我当然觉得被背叛 布置蓝营自家人认为被偷袭 就连网友也流言 超莫谢一奉蓝皮绿谷 痛批同党同僚都被打了还去 但也有人认为 这选择有格局 不免被联想 是为选章化县长铺路 台中市长卢秀燕 和临坐的高雄市长 陈其迈频频互动 当时他是六都之中 率先表态会出席的首长 也被解读为2028选战铺路 而柯文哲则率八席自家立委现身 要赖总统要讲什么吗 我不晓得 我们已经迟到了 不要再闹了 柯文哲九点半率队抵达 而选政搭档吴欣宜也来了 很高兴 今天是重要的日子 祝福赖总统 看看贵宾期 各界政要 包含柯文哲实力主席王婉玉 激进党主席王兴焕同坐第一排 王婉玉和柯文哲 频频交头接耳 原来因为王婉玉 写了封信要给他 王婉玉忧心 国会运作陈死结 请蓝绿白主席评估 各退一步 挑整立月总招释放善意 我们还是有政党的主体性 我们不会去当蓝营的护水组织 毕竟立法院蓝绿白才刚大打一架 赖就职大典受要者是否出席 似乎有各自盘算 三十万做不了